一天一天的过去 新年又来临你我不分离 我管道世界各地 同样的气息家家都欢喜 好运来 接着来 恭喜 恭喜 怕打开 客人来 请多开 身体新龙小开拓 好运来 困困来 我把他红包打开 我的爱 让你呆 与苦风吹跳起来 等我离开 让他回 我把他红包打开 等我离开 让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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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来 唱王家门 娃娃娃 天白 晴晴夜红 帮着鞭炮声 多财又多苦 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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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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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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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啊 家容 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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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殺死了他 是你殺死了佳容 不是 不是我殺的 不是我殺的 佳容 我的孩子佳容 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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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抓杀人呗 是谁杀人了 你这个死女儿 杀死了嫁容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快给我嫁容来 我赶走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还想抵赖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没有 走 没言言以后再说 娘 我没有杀人 齐齐 齐齐 二娘 二娘 千千不会有事的 千千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二娘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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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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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杀人 我早就跟你说过 叫你不要鼓励佳容嫁给皇上 你就是不听 你这死老头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乖来乖去的 你为什么不骂浅浅 害死佳容的是他不是我 如果佳容不抢得嫁给皇上 他就不会死予非命了 原来怪来怪去 你还是怪我害死了佳容 你这死老头子 你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争了 女儿都没了 等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的孩子 林夫人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谁死了 是佳容 佳容 佳容死了 是被人杀死的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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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御医 是 是 问你啊 林夫人 你说佳容被杀了 皇上 正问你 佳容被谁杀的 是那个死丫头浅浅 杀死了佳容 千千 千千 不可能 据朕所知 千千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她个性率直 虽然偶尔鲁马 但是不至于杀人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有什么误会啊 是否亲眼看见她杀死佳容 她没有理由杀佳容啊 理由 理由一大堆啊 最重要的理由 是她嫉妒 她嫉妒佳容 嫁给皇上 她的皇后梦就落空了 千千不至于吧 哎呀 这女人的气度 就像一把火 这烧起来是没有理性的 皇上 我知道你喜欢千千 可是你千万要秉公处理啊 佳容马上就要做皇后了 她杀的 可是未来的皇后耶 正会处理的 皇 皇上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退下 退下 是 我怕什么 我有什么好怕的 让我伤心的 是你竟然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想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林佳容自己误杀的 我不是凶手 我不是凶手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当然相信你不是凶手啊 你不会相信的 你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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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相信的 林夫人她是唯一的证人 人正乌正俱在 对你来说非常不利 是她在冤枉我 是她冤枉我 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真的没有杀人 我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啊 什么我真的没杀人 我本来就没有杀人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出去 你出去 姐姐 你给我出去出去 我不就这个意思啊 你给我出去 姐姐 姐姐 你走 别理我 姐姐 是我 隆大哥 你何必要杀人呢 你说什么 你真傻 就为了那个诸授 你也认为我是杀人凶手 你是不是凶手 回头再说 走 离开这里再说 我不走 你也认为林家荣是我杀的 你也认为我是杀人凶手 这不是争吵的时候 再回来就来不及了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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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个 都认为我是杀人凶手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有人来了 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 我就是不走 我死在这里 都要证明我的清白 你 别跑 别跑 谁 站住 快 站住 别跑 谁 快 站住 站住 二娘 你看你整天闷闷不乐的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下 忧能伤人 你还是进去歇息吧 我哪里睡得着啊 杀人偿命 姐姐这次死定了 怎么知道 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千千在牢里 有没有受折磨 我 我真想去看看她呢 可是你爹又不在 我怎么打通关节啊 二娘 这点你可以放心 皇上他喜欢千千 有皇上照顾 千千不会受苦的 照顾个屁啦 他要是照顾她 千千早就放回来了啦 他是皇上 他说一声 谁敢抗制啊 二娘 国有国法嘛 皇上也不能为所欲为啊 我好担心啊 不用担心 我已经到牢里看过他了 龙大侠 龙大侠 你去看过千千了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 他已经在牢里很好 龙大侠 你武艺这么高强 你干脆你飞进去把他救出来好了嘛 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他就是不肯跟我出来 为什么呢 他赌气吧 觉得我们都错怪了他 哎呀 这个傻丫头 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呀 是啊 还得想个办法 啊 哎呀 安 诶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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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动啊 被叫 太后 太后 哀家 要出宫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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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啰嗦 被叫 是 家人 佳蓉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吗 你虽然不是我的轻生女儿 可这十八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成 我自己轻生闺女一样看待 佳蓉 你死得好冤啊 佳蓉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回来吧 你回来吧 好了 别再哭了 好了 别哭了 我带我带你回来吧 不知太后娘娘驾临有失愿赢 妄请恕罪 免了 夫人 太后娘娘驾到 还不给我跪下 太后娘娘 我是来给佳蓉少爷住下 免了 佳蓉 我是义母 义母对不起你 可怜的孩子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孩子 离母一定为你深渊 我一定为你深渊 我一定为你深渊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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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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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茶 犯人马上带到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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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休息 你为啥 你为什么打我 打你 我还想扒了你的皮 你也认为 林佳蓉是我杀的 是不是 以前我瞎了眼 觉得你可爱 可是你心里这么狠毒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没有杀他 我没有杀他 为什么你们都认定我是凶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以为你杀了家荣 我就会让皇上娶你吗 你妄想 你这是做梦啊 我没有这么想 我本来要问杨州的 是他 是他 你心里这么狠毒 你怎么跟家荣比 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没有 我没有 你的父母到底是什么货色 会生出你这种贱种来 老巫婆 你侮辱我就好了 不要侮辱我的父母 侮辱我的祖宗 你还敢骂我 今天 我就打死你 你打死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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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如是我杀的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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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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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母后 母后 我打死你 你可别争这么大的气呢 你让我打死这个凶手 母后 是 我是凶手 我是凶手 你打死我好了 你打死我好了 我 哎 哎 你硬要我来干什么呀 人家林夫人对咱们这么好 咱们总得来尽尽礼数啊 她女儿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人 我说你怎么连骑马的礼貌都不懂 你来一趟会死吗 嗯 嗯 冤孽 没想到 佳蓉会死在她的手里 这 这是不是报应 你说什么 啊 没没没没没没没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佳蓉 佳蓉 好 ones 我 西宅 cud 耶 153 女儿 针鸣 field 精壮 空 你鼻鸣 佳蓉 你死在那个倩倩的手里 好冤啊 夫人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就是鬼使神差的 来报复 报复 舅嫂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我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夫人 有一件事 在我心里放了很久了 可是到了今天 我不能不说了 什么事 咱们还是先出去以后再说吧 什么 你你说 那个倩倩是当年被扔掉的女婴 是的 天底下的事情 就是这么巧 不会吧 错不了 她手致上的两行齿印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她无父无母 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而且刚好 她又是从扬州祭院来的 夫人 夫人 当年 不是您让我把她 这 真会有这么巧吗 所以我说 这是冥冥之中的报应 难怪 难怪我第一眼见到她 就觉得 浑身不舒服 哪儿也不自在 愿逆人 小公子 真是有蚊子 多谢林大学师 小心 小心 我来帮你捡 好了 好了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夫人 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说 夫人 我也怕给您带来麻烦 可是谁知道 家荣她 报应 真是报应 那个死老太婆子 抢走我的儿子 现在 她的女儿杀了家荣 落在我的手里 这口冤气 我得好好地冲一冲 夫人 过去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看 都算了吧 算了 我 我想儿子 想了十八年 那个死老太婆 折磨我也够了 哼 现在 我要亲眼看见她 怎么去折磨她的亲身女儿 跟我面上 我 说 交 都 不 这个 呢 午 没有 version 你怎么讲什么来着 你都知道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知道就好 别出去胡说 你说这事也挺玄的 我跟夫人讲 是为了让她消消气 她怎么反而 这回可要发大财咯 你说什么 说什么 只要我把谦谦的秘密告诉太后 太后她还能亏待我吗 弄不好捞个官来做做呢 做梦吧你 这辈子你也见不着太后 见不着 我马上到皇宫去 我跟你讲 你别胡来 弄不好 要弄出杀身之祸 你甭管哪 你回来啊 回来啊 你个死鬼 干什么 差大哥 我想见见太后娘娘 你是谁啊 太后娘娘是你随便见的 我们都没资格见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你就让我见见太后娘娘吧 去去去 别啰嗦 差大人 你就让我见见她嘛 好不好 还啰嗦 你皮痒是吧 滚 妈的 我要是当了官啊 我想把你给开了 你去买 可恶 太后 你要替贾荣申冤啊 你放心 芊芊这个丫头难逃一死 一刀砍的那个小贱人 太便宜大了 你还有什么提议 太后 你最好把那个小贱人千刀万剐 让她吃尽了苦头 凌入至死 只有这样 才能替贾荣报仇啊 太后 你还想什么呀 你是贾荣的亲娘 你也希望贾荣死得瞑目吧 你不好好地折磨千千那个小贱人 贾荣在九泉之下 也会怪您的 我会 我一定会替家荣出这口气的 哎 皇上 朕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要来烦我 退下 皇上 我知道你心烦 可是我也很烦呢 贾荣都下葬了 凶手也抓到了 为什么迟迟还不定罪呢 尚未审讯何来定罪呢 皇上 夜长梦多 还是赶快审讯吧 秦布已经在搜集证据了 你急什么呢 不是我在急呀 我是替家荣的阴魂着急 家荣死得那么冤枉 要是不给凶手定罪 省之以法 家荣在地下会安息吗 皇上 你不要怪我啰嗦 你喜欢千千是一回事 可是不能有半点私心啊 唐上自有论断 儿子 你虽然是皇上 但是 你也听母亲的话呀 再来 起来 走 去哪里啊 要砍头了吗 砍头啊 还早呢 先请你吃顿大赛 走 龙婆 你凭什么对我都死刑 打死他 打死这个野种 是 我是野种 我是野种 你也不会是什么好种的 给我打 让这个野种重生不能 求死不得 太后 这个臭丫头晕倒了 把他剖洗 再打 老婆 老婆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 你还敢骂人 我烧烂你这个臭嘴 不要 我要烧烂你这张臭嘴 我 妈 快快快把她给我抛醒了 是 快快一点 你手臂上怎么会有齿印的 告诉我 你手臂上怎么会有齿印的 老婆 要杀 要过 随便你 前倩 前倩你快醒来告诉我 你手臂上的齿印是从哪里来的 你快告诉我 你想一想 前倩 这位太监公公 你知不知道太后娘娘为什么要见我 不知道 不要把我关起来 这边 参见太后娘娘 免了免了 来 坐下 你们都退一下吧 是 坐 哎 太后娘娘 芊芊杀了您的义女 您一定会痛恨我吧 您肯定会把我送到大牢里去吧 是吧 太后娘娘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爱家叫你来 是想向你请教一件事情 请教我呀 嗯 请教我什么事啊 芊芊要是死了 我这个当娘的 也没什么好活的了 芊芊有你这个娘 也是她的福气 你既然是芊芊的青娘 你就应该知道芊芊手臂上的齿印是怎么来的 这 这跟她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你坦白的跟我讲就好了 坦白的跟你讲啊 我不知道哎 你是她的青娘 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把她捡来的时候就有了啦 芊芊是你捡回来的 对啊 她不是你亲生的 我 看我们这一孩 哪能生孩子啊 那最忌讳了 芊芊是从哪里捡来的 百花楼门口啊 百花楼在哪里啊 扬州啊 我们老家哎 扬州 嗯 太后娘娘 没事那我走了 没事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扬州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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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那么云 但是那个耻痕 难道还有人像我 不会是那么巧合吧 那家荣呢 你骗了我十八年了 我骗你 我骗你什么 你还装傻 家荣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真可笑 我帮你养了十八年 你今天反过来咬我一口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告诉我 家荣是谁的念种 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家荣就是你的女儿 你还装算 我砍了你 你就是砍了我 只怕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你要知道 皇上是我的儿子 你别拿皇上来逼我 我随时都可以宰了你 知不知道 皇上驾到 你看 一提儿子马上就到了 好了 我也该走了 在留下的话 我不敢保证你 会不会说错话 работ逼我 哈哈哈 第二次 人家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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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妻 伤口好点了没 我是真心来看你 老巫婆 你不要假慈悲了 出去给我出去 要么你就一刀把我给砍了 浅浅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手臂上的齿意是怎么回事 不该你的事 你对你的父母有印象吗 我是野种 我哪来的父母呢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不该你的事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的女儿在哪 她到底在哪里 菩萨 请你告诉我 她到底在哪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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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贵 你真的要去 我当然得去 太后娘娘出来上山难得的机会 我说 你再想想看 我甭想了 你不是也嫌林夫人狠毒吗 她要是把公主给整死了 我的发财梦可就全泡汤了 等等我 菩萨 都是细女造的你 千万不要夹在我女儿的身上 菩萨 请你给我指点迷情 告诉我 告诉我 我女儿的下 站住站住站住 你们干嘛 我有要紧的事 要见太后娘娘 不行 太后正在上乡 任何人不能进阵 我有很重要的事啊 公主要死了 公主 胡说八道 走 走 太后娘娘 你女儿要死了 太后娘娘 走啊 走啊 不许胡说 走了了 太后娘娘 外面在吵什么 快点 启离太后娘娘 外面有两个小民吵着要见太后 我好像听到 什么女儿快死了 是她们在胡说八道 让她们进来 是 我的确有重要的事 回去 走啊 太后娘娘吩咐 让她们进去 好好好 快点快点 走 快点 走啊 走 周嫂 季月你熟不熟 夫人 你 你说什么 我在问你 哪儿有季月 大概哪儿都有吧 杰克最多 生意最好的在哪里 应该是 我记得 武士上有一句词说 烟花三月下扬州 大概是在扬州吧 好 你把这个倒霉的女娃送到扬州去 随便托个妓女把她养大 不 你干什么了 留个记号 将来要是有什么 也好见 当年我也是没办法 太后 我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当我一踏进家门 我就感觉乖乖的 当你坐在客厅等着TV 你没头上抵走纹 你一直在深呼吸 告诉我今晚我要小心 我不明白什么事又让你发表 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教 两个人生的事可以好商量 有没有做到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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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站在多小里 baby 从今天我的爱情心 要挂去勇敢的最近 在世界上能被离 你说话还没说完 你就把我赶出家 叫我最好混到天涯海角 放着脚崖两穿脚 站在狂风暴雨下 竟然没有碰得及乘车 可是忽然一个奇迹就出现 好险 一部红色的冰树它不依我开 里面漂亮的手下它叫我进来 于是 那边有点 我让你 prim生 后面 担心